为让喜爱打棒球的孩子有发挥的舞台 大甲镇兰宫首度在妈祖国际观光文化节期间 举办社区软石绍棒邀请赛 这天在台中市国际类球场正式开打 集结中部地区12支社区棒球队一起切磋交流 现场也特别请来镇兰宫的三太子和季公献身开球 一块为赛事热闹节目 三太子与季公神偶难得出现在球场上 不但与场上球员们开心互动 还担任起开球嘉宾 宣告由大甲镇兰宫举办的社区软石绍棒邀请赛 正式在台中市国际类球场热闹开打 吸引12支来自中部地区的社区棒球队 要来争夺最终的冠军 棒球运动在台湾满蓬勃发展的 庙方给我们这个机会 然后说让大家更有球打 跟小朋友可以利用假日出来运动 为了让喜爱打棒球的孩子有发挥的舞台 大甲镇兰宫首度在妈祖国际观光文化节的期间 举办社区软式哨棒邀请赛 主办单位也强调 这场赛事不分男女 只要符合年龄就可以下场打球 希望透过比赛的推广 让棒球运动继续笑下扎根 很好玩 可以一起在那边打球 摸到球这样 可以增加经验 比较熟悉一点 可以就是练习经验 然后上场比赛就是可能会比较强 透过这个杯赛 我们可以跟更多的球队来做交流比赛 来增加我们比赛的经验 然后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 我们小朋友会学会到一个团体合作 主办单位表示 赛事一共分成两天 10号中午将会举办冠军决赛 也欢迎喜爱棒球的民众都能进场欣赏 一起为小小选手们加油打气 记者称波和台中采访报道